好,那我们开始吧 然后大家好,我是CrazyLab的Roger 那我目前是担任CrazyLab在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现在可以吗? hello? 可以,可以,可以,OK 好,那就开始吧 那各位好,我是Roger 那我现在担任CrazyLab在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那先谢谢主办方Enjoy出海 就是第二次邀请我做这个分享 然后还把我排在Google和Facebook小姐中间 搞得压力有点大 那上次的题目我们跟大家聊的是 Stop Cutting肥皂切切切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那这一次我们就取了一个继续切压 就是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 同样是具ASMR这个属性的一个超休息游戏 它背后的一个故事 那先从Agenda开始 那我们等一下会很简短的介绍一下CrazyLab 就可能会有还是有一些人不认识我们 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ASMR背后的产品立项的故事 以及我们是怎么把它推到榜单上的第一名 那最后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做Q&A 那如果不允许的话也可以大家之后找机会给我们邮件 或其他的方式联系 那先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 那CrazyLab是成立于2010年 我们是一个超休闲游戏以及休闲游戏的字眼 以及发行商 那我们的总部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球六个地方都有办公室 主要有目前大概有230个员工左右 那我们目前整个宣布游戏的下载量已经截至昨天已经超过了31亿的用户下载 那也有超过8000万的MAU 那目前我们贡献了全球1.25%的游戏的下载量 算是下载量还比较大的一个游戏发行 那这边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比较有名的游戏 那左边这三款游戏 ASMR Slicing, Dentist Blint,还有Subcutting 算是我们最近半年还做的比较不错的三个游戏 那今天的重点就会跟大家讲上方的这一款ASMR Slicing的一些故事 那右边可能也有大家过去通过这些游戏认识 比如说Amaze, Around Sausage Run,或者是Miraculous Ladybug 那其中最后的这两款已经超过了1亿的下载量 那Amaze从去年3月发行到现在也还一直不断地在累积 为我们的合作开发的创造利润 那进入主题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在两个月内 达到5000万下载量的一个ASMR背后的一个故事 那先从这个立项的方式开始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听过超修型游戏 以及刚刚大家听了很多变现的东西 应该都对超修型游戏有一些认识 或者是很多人你本身现在在听的就是超修型游戏的开发者 那我们平常在立项的时候 不晓得大家会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寻找你们产品的创意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想举个例子就是 我们通常会通过一些社交网站上社交媒体上面 比较高观看次数的视频 或者是一些unline challenge 一些线上的挑战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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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问题 那个我的网路 BD卡卡在agenda 对 哦真的吗 对现在过了 下一个了 OK好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网路有问题 如果有这个问题再打断 不好意思 好好好 那我就继续说 我们自己立项的方向有几个方向 比如说从一些社交媒体上一些比较高观看的一些视频 或者是一些线上挑战 那也会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从老游戏 一些经典的玩法去做翻新 那比如说Amaze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意味 那我们通常会通过像抖音 Snapchat 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这些比较知名的一些社交媒 去找一些比较火的一些 大家最近在关注的一些题材 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在做广告视频的时候 也会根据这一些网站上的题材去 融合在一起去呈现给用户来 promote我们的游戏 好 我跳了下一页 那大家到这里可能会想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做ASMR slicing 那大家可能大家大概看了一下 ASMR slicing其实是一款切动力一刹的游戏 那这个切动力刹的游戏其实是我们发现到 它是一个它每天都有大概有几百万的用户 正在看这样子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发现这样子的东西根据我们过去 像soft cutting的经验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是没有一个gender based 就是它没有特别男性或特别女性才喜欢它 它是男女通吃老少嫌疑 所以它在整个用户人口能够接受的 这个用户人口的组成也比较的宽广 那所以我们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觉得 那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idea 而且已经有很多的fan bay 很多人已经认识这样子切动力刹的一个视频了 表示说其实我们是更容易让大家认识 并且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何去commence他们来玩这个游戏 那说了一些关于ASMR slicing这个游戏的一些优势 那ASMR这个游戏它的挑战在哪里了 那我想要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ASMR的这个实际上 这个切动力刹的视频 可以看到吗 好我现在就播着这个视频当我的background 那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需要看到大家像右下角一样 我们必须要呈现这样子一个声音 这样子的一个切下去的这个手感 我们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游戏做得非常的逼真 所以说最大的两个难点 一个是我们要如何把这种satisfying 这种充满满足感的这种爽感快感 去浮现到这个游戏里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视频 去做成真正的一个游戏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视频转化成游戏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其实是最大的挑战 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游戏设计成真正是一个游戏 而不是只是用户只是在看一个视频 并且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好很好很接近的体验 那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可以把这个游戏做到第一名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体验 那同时在这个ASMR的这个社群里面 他们我们可以提供它一个 你可以用很简单很低成本 你不用花钱买动力杀 你不用花时间准备动力杀 你只要下载这个游戏 你立刻就可以基本上得到接近百分之百的 你实际上切动力杀的体验 那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后 我们很幸运的跟一个团队叫Tricketrap这个团队合作 他们是一个12人的团队在斯洛文尼亚 那他们在做休闲游戏超休闲游戏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 那我们有跟他沟通了这样子的想法 他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很OK的的一个原型 于是我们就他们就开始提交了我们一个创意 然后我们通过每个阶段这种通过非常数据的这个测试 慢慢的去发现OK这个产品确实是可行的 但其实在找到好的团队的同时 我们也会有一些挑战 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测试这个idea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都发现我们在测试这样子的游戏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开始操这样子的idea 或者是使用这样子的视频来推广他们的游戏 所以我们其实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我们必须要很快并且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 做在点上 那另外也想要提供一个小诀窍 就是像刚刚大家刚刚在看这个视频 可以感受到切下去可能有一种摩擦的手感 或者是有一些声音 那我们在游戏中加入的这个振动 很大程度的让我们的整个游戏的体验更上一层楼 我们在不同的刀具 不同的这种锋利度的刀具 切下去的速度手感 还有振动的这个瓶尺和力度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我们觉得也是这个游戏 后面拖引而出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但是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timeline 其实从一开始有这个idea pitch 到我们做了两轮测试 其实这一次是特别迅速的 我们基本上只花了三周 那一开始有这个tricky trap这个团队提供给我们 他们这个pitch 就是我们有这个idea 那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他们会有一些pitch 就是说我们他们如何把这个idea gamify 成这一个smr slicing这个游戏 那我们觉得这个他们的pitch很好 立刻我们就他们就出了一个demo 那出了第一次的demo之后 我们觉得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很promising 于是我们马上做了两轮测试 那很高兴的是我们在这两轮测试都取到很好的成绩 我们的CPI都在一直在0.1 甚至第二轮只有0.08 算是非常低的一个CPI 那两轮的流程也从第一轮的48%增加到第二轮的62% 那这一整个是应该说我们非常幸运的 可以跟这样子的团队合作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这样的测试结果 那也侧面的跟大家说明 其实这样子的快速也代表超级游戏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可能是一个很简单很浪漫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是数据驱动 效率驱动 并且发行跟研发团队 必须要有很紧密的一个合作 才让它是一个非常非常reasonable的一个business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第一个UA的这个事 OK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里面真的切了鸭子 所以最后我们在中国版本决定把这个游戏命名为来切我鸭 因为觉得这个鸭子切鸭子这件事情是挺可爱的一件事情 也很疗愈 那我们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当时目标是只要它能够低于0.3 我们就会想要再进一步的打磨 并且很幸运的我们得到了一个0.11的这个结果 那大家可以再看这张图 那刚刚说到其实我们前期测试了两轮 那在这边可以做出一个我们在产品上两轮的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是比较旧的这个版本 右边这个版本我们其实在UI上 比如说上面这个鱼这个任务 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并我们在里面也加入了一些挑战系统 并不只是切切切切 你可能在切我们会要求你 OK你要找到两只鱼 大家也可以看到中间这个被切的这个一个像 一个物这个被切的有点像是水族 水族箱的这个东西 它也可以开始有一些透明 甚至有一些折射一些波纹 甚至下面的阴影都变得更加的这个细致 所以在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画面看起来其实差不多 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打磨 用户是能够体验到了 尤其是在这种已经本来已经有这个粉丝 群体的一个题材之下 你这样子进一步的去打磨游戏 其实用户是能够发现 OK你这个游戏真的是质量越来越好 并且越来越接近他们想象中 他们享用的这一个体验 那除了这样子去打磨游戏之外 我们也想要强调就是数据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讲了三个非常 对 像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从第一关到一百关的这个通过率 那基本上每个bar都是接近百分之百的 这样子用户的表示通过率很高 但是中间也可以看到这么个八九个点 是特别低的 那其实我们自己做游戏 或者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玩家 现在我们每所有的观众基本上都是游戏玩家 我们自己在玩的时候可能不会意识到 有一些关卡它是比较简单 我们有时候没有通过我们就再玩一次就好 我们不觉得哪个地方是会让用户卡住的 但事实上在同样的挑战 同样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会有那么一些关卡是用户通过率比较低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选择尊重数据 我们在这些通过率比较低的数据 去做一些调整 去删除去打磨 或者是去把它再调得更简单一点 所以这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们自己在做这些超级型游戏的时候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目标用户并不是游戏用户 我们的用户是普罗大众 是非常非常多 可能不是玩游戏的人 或者是他只是一些手机的使用者 他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游戏玩家 那这些人我们就称为是hyper casual的观众 那接下来也多提一下 发行全球开始扩亮的一些小诀窍 那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些想法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做全球推广的时候 其实第一波上来的这一个投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题材是最新的 然后并且市场上并没有太多相似的游戏 那我们在发行的部分 我们会准备非常大量的这个UA的这个视频 准备大量的广告素材 因为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广告平台 像刚刚可能Google刚提到了很多变现的平台 我们同时都可以在上面做投放 那所有的平台其实他的CPI 他的CTR 他的这种系量的表现 或者是我们说的IPM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准备大批量的素材 全部的去铺开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去找到一些 特别适合这个平台的一些做法 并且在一开始的这个阶段 其实也是CPI最低的 其实我们可以用最低的单价 去找到最多最多适合这个游戏的这个用户 所以一开始这个启动是 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那我们也称为这个 这个时间为叫做Honeymoon 这个蜜月期 那这边再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个 稍微进阶一等的投放的视频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视频 其实就是使用了前面说的 就是我们把实际上切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物品 我们跟实际上的这个动力杀细做一个结合 我们先切了两刀这个实际的动力杀 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实际上的游戏内容 并且它的声音 它的这个手感保持的是比较一致的 用这种方式来 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让用户知道 OK这个游戏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游戏 我们也需要面对的是怎么样子的用户 那这边稍微说一下 我们在前期我们在soft launch阶段 以及全球大规模推广的时候的一些 比较核心的一些不同 在素材上面的 在测试阶段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找这个游戏 它的用户对不对 它的用户它是不是有市场 用户是不是喜欢 我们想要确定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会直接简单的使用 大家刚刚前面比较第一个看过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最初版的这个视频 那接下来我们在全球大推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视频做更精致 可能是不同的配乐 不同的这个视频组合加入现实生活中的元素 甚至是把这个游戏的节奏做不同的调整 在这个广告创意策划的时候 就会做的比较不一样 但是更多的在社交媒体的时候 投放的时候 我们会必须要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一定要抓住前三秒 像比如说大家刚才看到那个视频 它在前三秒就是直接给你看到 它就是一个切实际上的动力杀 用户马上就可以get到 这个就是一个切动力杀的游戏 并且它可以在后面的视频可以再看到 OK 这游戏做得非常的逼真 体验非常的好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成绩 这个是基于SensorTower的一个数据 那在整个五月的时候 ASM Slicing得到了3650万的下载量 那在当月是Google Play加App Store加起来 下载量最高的一个游戏 那这个就很快的过了 只是跟大家分享 很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其实在ASMR这样子的游戏里面 我们大概有那么一点点的经验 知道用户喜欢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做过了水到切切切 现在又做了这个ASMR Slicing 所以说我们这次就直接把这个名字 取为ASMR 就是ASMR不说一些太专业的词 其实它就是通过一些视觉 触觉听觉 让你的大脑中产生一些愉悦感 就是我们做这种爽快感的一些游戏 我们就直接使用了这个名字 那当我们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 当然已经有一定的用户基础了 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它最难的点是 我们要如何让它做 有一个perfect的这种感觉 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感觉 做得很完美 很接近 真实的这种感受 那用户是不会玩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 在一般的超休闲 可能你是脑洞大开 想到了一些现有的玩法 或者是真的是去凭空 捏造出了一个玩法 那这个玩法可能用户觉得很新鲜 就可以玩了 但是在这种已经实际上出现的 像ASMR 切动力杀这种的题材里面 其实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多的是你要如何把这个质量做好 那这边也分享一些小故事 就是我们其实在跟Tricky Trap之前 合作之前 其实这个idea 我们在今年1月就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到4月才真的把这个游戏做发行 因为当时我们跟其他的团队有合作过 那后来发现 很难达到我们心中所想的这种 很完美很perfect这种用户的体验 那也是很幸运的遇到Tricky Trap这个团队 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才真正把这个游戏 做出了这样子的质量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游戏 做到这样子的高度 那今天的准备其实就大概是到这里 那这边 在中间给了一个QR Code 这个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二维码 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 接下来的更多的分享 或者是我们平时的一些新闻 甚至是一些我们跟开发者合作的一些program有兴趣的 那是可以通过扫二维码 然后从里面来获取一些你需要的讯息 或者是从里面找到我们团队的email 来跟我们联系 那你也可以直接发到publishingatprazylabs.com 来直接提交你的产品 或者是跟我们有一些进一步的沟通 那本来这边是想要做一个QA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这个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 那如果不够的话 就是我们就到这边吧 Ruja 可以可以 因为我看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陈问了 他说在美国地区 因为我这个可能 我当时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刚才提你们在测试的时候 那个流存和CPI的话 是在北美吗 哦 是 是 我们今年上半年甚至到去年 我们其实主要的测试都是在美国测试 然后是在苹果的平台上面测试的 明白明白 然后他问的就是第一波大推的时候 可能CPI是多少 然后流存大概是多少 如果方便的话 就是他的问题 其实我们一开始测试的时候 刚刚大家看到我们第二次测试 其实的CPI是0.08 然后流存是到62 那当然你在大推的时候 他的CPI会逐步的往上 他可能会很快 可能不会这个取决于 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些用户激素 还有我们对于一些素材的 叫做更新的一些频次吧 那这样CPI是会慢慢变高 那流存的话会有一些降低 但是不会非常非常严重到 比如说不会从62掉到变成31 不会到这么夸张 但是当然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是会看到流存有稍微降低的 但是还是会在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 已经很强了 因为你这个数据如果公布出来 大家觉得压力好大 难怪是冲到全球第一了 然后Majer这边问了一个问题 说视频素材制作用什么工具会比较好 因为你们的视频也很有特点 视频制作工具 这个其实并不是我的专业 我可以回去问一下 然后你可以发我一下微信 或者是发我一下email 我回去记一下 因为我其实不 自己不会觉得 制作视频的工具是特别重要 因为其实你只要可以做一些剪辑就好 比如说前面我们看过 我们其实只是把不同的视频 做一些拆解 然后把它拼在一起 其实这个不用是Apple的 你在Windows上用很多 比如说没有到那么贵的一些剪辑软体 也都是可以用的 当然我是自己稍微玩过一点 但我不太确定 大部分的这些视频 视频视频 他们都是用什么设备 用什么视频 这个倒没有非常清楚 若果大家 我看 我正好 因为可能时间关系 没错 我就是再问一下 我看最近那个榜单 你们应该有一款新产品上线 就是还蛮高的 对吧 你是说泰代吗 那一款 对对对 我没有 一幅渣染的游戏吗 渣染 对对对 渣染的 你们 太有创意了 是吧 是一个渣染游戏 这个渣染 其实跟这个ASMR的立项事务 还是有这么一点点接近的 我们反正是去找到一些 更古老的一些渣染的 这一些视频 然后也是通过一样的方式 去把渣染这个东西 做得尽可能的去逼真实际上 渣染的效果 所以其实我不太确定 在做多少是直接做开发 但是据我所知 其实要开发出这样子的效果 也是中间是有一些挑战性的 那这一个渣染的游戏的流存 也是很不错 我记得应该是比ASMR 还要再好一点点的 在前期测试的阶段 那后面我们也在 配合现在的一些趋势 我们在渣染的这个游戏 加入一些成长系统 用户可以去里面解锁一些内容 所以也进一步的去增加 他的一些 奖励视频的观看 或者是一些他的 游戏用户的这个市场 这些都是挺有帮助的 那我们其实在针对渣染 也有另外一份 整理的一些经验分享 那如果接下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再找个时间 跟大家分享 这个渣染的背后的故事 以及我们是怎么去做它的 好好好 期待那个Chris Labs 不断有新的爆品出生 感谢感谢 谢谢谢谢 我们继续努力 然后也需要各位开发者的协助 就是可以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 来把中国开发者的游戏 更多去带到海外 那我们今年比较幸运的 就是有一个开发者游戏 我们成功带到海外了 他是北京的开发者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 成功的帮更多 更多城市 更多的开发者 也把他们的游戏 带到全世界去 谢谢 好 谢谢Roger 谢谢Roger 好